来源于没有人人平等的理念 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没有人人平等的理念 两千年前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本质上是你能当人上人 凭啥我不能当 而不是我们人人平等 到现代也依然如此 比如一说体制内能有个县级领导 很多人那卑微和崇敬的口气 感觉都快给县太爷跪下了 我悲哀的是不但老年人如此 年轻人依然如此 很多是比我年纪还小的零零后 教育我这么大了 还不懂社会规则 历史上的工业发展都必须依赖于 人人更加平等 不平等的社会无法激发出 每个个体的创造力行动力消费力 当年福特这个造汽车的资本家 做了一件大胆的事 就是升级流水线 降低车价 同时给流水线工人大涨工资 理由是让我们的工人也能开得起汽车 我们福特的汽车才能卖得更好 现在中国是没有这种氛围的 大家努力的原因 也是为了比别人混得好 把别人踩下去 我北京户口有通天文 你只是来北京讨饭的 我家家产一千万 你家家产一百万 门不当户不对 你配不上我 一线城市的房子是给富人准备的 你个打工的凭什么买 有没有想过 让一个城市一个国家 收入最低的人 服务员 流水线工人 农民工等 也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不再孤苦飘零 那么这个城市的消费力 这个城市的创造力会提升更大 但没有管理者愿意这么干 中国基建能力已经很强了 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也不缺地 是可以做到的 但没人愿意这么干 就怕工人工资太高 损害市场竞争力 就怕安居乐业了产生懒惰思想 就怕取消户口了都涌入北京上海 就怕房价跌了 影响自己财政收入 既然有这么多牛马 那谁还产业升级 产业在升级有牛马好用 这么多牛马 只生产不消费 可不产能过剩 宁愿低价 卖给外国人 也不能让牛马歇着呀 所以工业能否升级 在于能否像美国1860年那样 整个废奴运动 能否向新中国整个土地改革 废除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特权 消除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 带来的差别 戳破房地产泡沫 刮骨疗毒 让一个城市99%的人 都能安居乐业 有消费能力 这些事实是不存在技术难度的 只有想干和不想干 就比如说 房子这件事 以中国的基建能力 和大多数城市的土地储备 完全可以做到最穷的打工人 都能买得起工作地的房子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 完全可以 让大多数人 实现钱多事少离家境 代价就是房价可能会跌 财政收入 可能短暂性减少 会有一点所谓的经济危机 把这些软的做到了 产业升级水到渠成的 中国人很聪明很勤奋 不缺创造力 但由于恶劣的竞争环境 中国人的聪明劲都用在了内卷上面 如果做不到更加人人平等 中国最多是一个有阶级流动的印度 当阶级流动也没了 那就完全是印度了 没人觉得印度这种社会结构 能成大事吧 贱民比机器便宜还好用 费劲升级产业 那不是闲的吗 大事 还能成大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